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微辣微辣 我们看看王少刚怎么样教咱们做这道菜 王少刚高级烹饪技师星级酒店行政总厨 擅长菜品的创新和挖掘 今天带来一道酒店流行菜 盖烧小蘑菇 王少傅 咱们这个盖烧小蘑菇 咱们介绍一下主料辅料 好 口馍 小白菜 肉末 姜丝 调料有 比较热的 这是打碎了的泡椒 还有酱油 料酒 糖 水淀粉 味精 盐 就这么简单 其实这小白菜 我听说它营养价值 像胡萝卜素 像熊猪菲 相当于大白菜的三倍 含概量相当于大白菜的两倍 现在也便宜 正是吃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们给您支个招 看看这菜怎么做 我打下手 好嘞 第一步 我先把这个盖刀切一下 切片 这个蘑菇也要尝试 是吧 它提高免疫力 是吧 而且呢 还有丰富的胺基酸 对 它含这个维生素D 不是所有的蔬菜都含这个 是吧 所以多吃一点的 对身体可不好 好 盖盖刀 小白菜一般大家在这个季节 愿意让它当馅 对 包括什么虾皮白菜馅饺饺子 什么的 像我们在家里头呢 经常在弄点粉丝 对 小白菜 穿丸子 都可以 对 今天咱们炒上吃 取它这嫩劲 倒水 这蘑菇要炒尝 因为这蘑菇有点土腥味 咱们加点盐 一键盖就可以了 加一点盐 可以使这个焯完的蘑菇 骨形味降低 这焯蘑菇的时候也别太过火 一键盖赶紧捞出来 你看 可以了 可以了 关火 请出来 二次点火 咱们炒一下小白菜 对 直接小白菜生炒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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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菜一键油 对 更绿 脆绿更绿 好 你可以晒一下 调料了 好 再调料 盐 好 盐 白糖 调薯 再调味 好 这炒到什么火候为止 炒就是断生 断生就行 也别太过火 稍微一塌烟 差不多了 最后放一点味精 把味精 这就齐了 好 放入糖中 你看 所以这也专家做这个 还有窍门 先给它盛出来 等着 再放点油 是吧 放一点底油 油热以后放入油馅 煸炒 放入油馅 好 好 这时候放入打碎的泡椒酱 好 两勺 这个油劲得炒出红油了 对 放入蘑菇 好 蘑菇 好 加一点酱油 酱油 放入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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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我们是微辣的 微辣 微辣 加点盐 好 加点白糖 一鲜 好 加点白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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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椒角 割一点皮翘 对 割一点芡 好 走 走 走 好 最后割一点味精 好 出锅 行了 盖椒小蘑菇 对 我觉得这个搭配的非常的奇妙 这个蘑菇嫩 我们的白菜脆 脆 吃在嘴里 层次分成清楚 鲜香可口 盖烧小蘑菇 就是这么简单 盖烧小蘑菇的制作步骤是蘑菇切片小白菜切断后蘑菇加少量的盐水焯烫 小白菜炒至断生取出 码在盘底 肉末炒香加泡辣椒酱再加入蘑菇红椒片最后加味精炒匀盖在炒好的小白菜上 这道脆爽咸鲜营养丰富的盖烧小蘑菇就完成了 我们也给您提供了一种对小白菜的新的吃法 当然了 这小白菜的营养价值 当然我们边做已经边聊了 是吧 多吃点菜 特别是孩子 不光是包馅儿 我们是给它炒着吃会着吃 总而言之在这个季节 抓住大好的时间 多吃点青菜 还是有百亿而无一害 谢谢王师傅 谢谢 那么明天还是老朋友老时间老地点 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春季汤汤水水不能少 粥品最容易被人体吸收 养生大师焦明耀精选春季食令食材 打造五色养生粥 在明天的节目中 我们为您带来了红色养生粥 血糯小枣粥 在强心的同时 还有补肝护肝的作用 养生粥学问多多 不要错过明天的天天饮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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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